下面讲解仪器的安装方法 收到仪器后取出所有的零配件 核对配件清单 查看是否齐全 如有缺失立即与厂家联系 下面我们来进行安装 先拿手柄跟主机相连接 新针与新孔要对齐方可插入 穿好之后拧紧螺丝帽 取出来的时候记得先把螺丝帽拧松 然后抓着金属的部位把它拔出 切副壳直接拿着线直接扯 连接好主机之后 我们来安装针头 下面安装针头 针头为一次性使用产品 这个为针头 针管 滚轮 这是抽叶管 是用来抽产品的 用来抽到这个 从瓶里面抽到管内 这样抽的 接下来我们安装针头 安装针头 首先我们把针头拿在手上 管朝上 对好这个卡槽 从上往下直接放进去 取出来的时候是直接往上面取 切不可直接拿着扯 好 装好针头 然后来装滚轮 滚轮我们注意的是 轮子是在外面的 这边有个孔 是桥类的 这个地方有个卡槽 对准这个地方 好 直接把它卡进去 取下来的时候注意 先用食指 把下面这个地方扣紧 然后才可以把它拔出来 一定要注意 装好针头之后 我们来安装 针管 正常情况下 我们这根管在使用的时候 是会有抽有产品的 好 肯定会变长 这个地方放不进去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先把这个地方 调松 第二一个 把仪器开启 好 先按成绿色灯 然后 按这个推进键的 后退键 使它往后退 退到一定距离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针管可以放进去的距离 就可以了 好 放好 放针管的时候 注意这个地方 必须是横着放的 横着 放好之后 我们先把这边 别接 好 然后 这个地方先大拇指抵住 然后慢慢把它拧紧 拧紧是针管不会动为止 但是不需要卡得太死 然后 然后 我们可以注意看 操作的时候 这个地方 推进器 并没有抵到针管 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先 最先要按 推进器的前进键 往前推 好 这个时候会看到产品 从这儿出来 就可以了 下面讲解 仪器的界面调试方法 首先打开电源 屏幕上有六个键 最下面这一个 是暂停启动键 上面这一个是选择键 中间这两个 是能量 档位的增加与减少 最边上这两个 是推进器的 前进 后退 就只管推进器 在我们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调节的选项 是第一项 针头 动的速度 总共20个档位 第二一项 产品的输液速度 总共是20个档位 在操作过程当中 这两个档位可以随时调节 首先第一个 针头的速度 可以按增加键 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 调节 或减少 然后选择到第二一项 产品的输液速度 同样是根据产品的 浓稠度来调节 增加与减少 最后这一项是语言 默认为英语 我们不需要调节 可以直接跳过 只需要调前面两项 调好之后 再按启动键 变成绿色的灯 就可以了 在操作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可以调节 针的一个长短 往上 针会变长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顾客的感觉会要大一些 往下调 感觉就会变小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刻度 操作过程当中 注意针头的刻度调节 是根据顾客的承受能力 来调节的 比如说 颧骨跟额头是敏感部位 我们必须要 把针往下调 最低我们调制 倒可以看到 一个零为止 这是打的最浅的 往上调 往上调 我们留一个刻度出来 这是打的最深的 不需要再往上调了 这个是在操作过程当中 必须注意的 操掉之前呢 我们先用心理盐水 消毒一下顾客的脸 消毒的方法呢 是用按压式的 然后呢给顾客操作 第一遍操作 第一遍操作的时候呢 先把这个产品推送的速度呢 调高一点 因为第一遍的时候 顾客脸上是干燥的 可以先调到十档以上 大概就是十档 十二档 十三档都可以 针头的速度呢 可以稍微调慢一点 先给顾客体验一下 另外一只手呢 不要全部放在顾客的脸上 只放在这个法际线的位置 操作的区域呢 分为四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呢 是下颌线到嘴角 这样画过来 第一个区域 然后第二个区域呢 要重叠第一个区域 一点点线 然后是嘴角下侧 到鼻子这里 这是第二个区域 第三个区域呢 是鼻子上方到眼睛下方 这是第三个区域 然后第四个区域呢 是太阳穴 还有呢 眉头 这是第四个区域 首先看一下 第一个区域 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线路呢 每条线打的是 五到七厘米长 就大概是 五到七厘米长 所以呢 我们每个区域 分三条线来进行操作 首先呢 先走第一节 然后第二节 然后第三节 收 往法际线这里收 这是第一个区域 操作方法 然后第二个区域呢 也是一样的 分三节进行操作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三个区域 也是一样的 这个区域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最后再去收 最后再去收 最后一个区域 法际线这个区域 下面来实际操作一下 这是第一个区域 这是第一个区域的 第一节 然后是第二节 手法 手法操作的时候 不要太重 也不能太轻 刚刚好 附贴在顾客的脸上 这是第二个 第二节 第三节要 稍微斜着一点 往上收 收到耳前这里 这是第一个区域的操作手法 第二个区域 第一节 这里在法令纹 这里要稍微走慢一点 另外这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皮肤 给烂伸开 第一节 这是第二节 操作的时候呢 要根据顾客面部的弧形变化 来变化你探头的方向 要不然会形成刮的形式 这样顾客操作的时候 会特别不舒服 这是第二节 然后是第三节 第三节要收到法律线这里来 下面是操作第三个区域 这里要稍微短一点 因为这里在苹果机 这个方向 第三条线的第一节 第三条线的第二节 这里要把眉头这里完全展开 第三节 收到法律线的位置 然后是操作第四个区域 开完射的部位 还有眉头 一遍就操作完了 按照刚才的手法 连续操作三遍 三遍操作结束以后呢 这个时候 这里面的产品已经消耗完了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顾客的脸上还有产品 没有完全吸收 这时候我们需要把产品的速度 产品出来的速度调为0 调到0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可以不出产品 可以空打 还是按照这个手法来操作 把产品打到吸收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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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